我们上课 我们接着讲水史 我们要在水史上花比较多的时间 因为水朝对后代的影响非常重要 那么我们接着前面介绍 我们今天来讲 水朝还做了哪些重要的制度上的一些建树 我们讲到水朝的复级制度 书级定样 那么还要提到水朝重新整编中国的乡村 中国的乡村在汉代是乡礼制度 乡下面设礼 汉代的礼它是一个人为的单位 以一百户为一个礼 每一百户做一个单位 我们要注意到中国古代 有很多制度的设定 都是以一百为单位的 比如说分田 土地一夫百姆 一百 这个设礼是一百家为一个礼 每一百户做一个礼 这个礼呢 有围墙围着 所以有些国外的学者把它称为城市 城市国家 说我们这个城市国家 它套用了西方 就是世界史的概念 放到中国来 或者叫做城义 某种意义上 它说的有一定的道理 这个城我们不要把它理解的太好 像那个州的城 那么漂亮的城 但是它确实是一个有围墙管理的 里面进行分区 这个分区呢 我们可以在很多史料上得到证明 比如说我们读得很熟的史记的陈舍世家 这陈舍被征调的时候 国家的政令下来 一直通知很简单 发驴左 发驴左什么意思 它就是一个礼 这里呢分成左右两边 左边是穷人 穷人全部调发去进行国家工程建设 发驴左 所以这里面证明 确实是有这么一个制度存在 问题是这个礼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 尤其是在五湖十六国 胡人进入中原以后 受到最大的冲击和破坏 所以呢 华北大地的这个汉族 为了自保 他们只能离开这个礼 他们不能作为战争的目标 所以自己组织起来 组织成一个自制的单位 这种自制的单位呢 有各种各样的称教法 那么在文献上 我们用的比较多的 我们可以看到呢 叫做乌壁 壁就是城嘛 打仗的城都称为壁 中国现在地名还留了很多 我去年带了什么生命科学院的人 到玉壁一个地方 山西玉壁去采样 这就是壁 很大的城 作战的城 乌呢 也是作战的一种公式 加起来就是一种公式 一个城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乡里被破坏以后 出现的是民间自制的军事单位 自发武装 自己保卫自己 这样的单位呢 它是游离于国家政权之外 国家不能保护它 它自己保护自己 所以它没有必要向国家交租交税 我们向国家纳税 这是我们的义务 但是我们有了这个义务 我们就有相应的权利 国家必须保护我们 现在这个权利与义务的关系 已经打断了 没了 所以我们看到 随朝国家重新建立 重新统一 它必须整顿乡村 不整顿乡村 这个乡村呢 还是一个一个独立的单位 那么呢 这个国家就无以生存 所以随文帝进行一个大的整顿 我们看这个数字 它以五家作为一个宝 一个单位 五家 然后每五家 每五个宝 再设为一个铝 四个铝 为一族 你算是不是还是一百 五五二十五 二十五乘四 所以实际上还是想回到汉代的礼的制度上 虽然它的名称不太一样 叫做宝 叫做铝 叫做足 实际上还一样 所以我们就要注意到 随唐国家重建乡村的时候 从它的理念上 它是想回到汉代的制度 汉代的乡村制度 但是在实际上是做不到的 因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的地方上 割据的这种污壁的单位呢 非常大 一百家要自保 是根本不可能的 遍地封烟到处都在打仗 你是和正规军打仗 一百家 你就算一家出两个男人 两百个人 而且是未经训练的农民 根本是不堪一击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乌壁呢 如果从敦煌文书所揭示的 当时的记载 乌壁最小的也是几百家 大的到几万家 所以是一个很大的单位 比如说有这个几千家的话 五千家为一个乌壁 这不算太大 只是千的规模 每家如果说有五口人 五五二十五 将近三万人 所以呢 我们头脑中就出现一个概念 我们这个复旦大学 这么大 实际上在那个时候 充其量也就是一个乌壁而已 规模就有这么大 有这么大才能自保呀 你有相当多的男兵 你要打仗 要耕作 要生存 方方面面靠自己 但这个乌壁呢 到了国家统一的时候 它又成了国家政令的障碍 它最后就产生了一些 世家大族 权势人物 这个乌壁主以后就变成了 中族的头 族长 所以现在国家还必须把它分解 把它变成小的单位 纳入国家体制之内 所以这个工作非常重要 我们记载上看起来不起眼 实际上是非常重要 是国家的最基本 最根本性的建设 如果没有恢复乡村 统一国家无从谈起 只是我们现在呢 往往注意的是比较热闹的 轰轰烈烈的方面 打仗啊 军事统一啊 英雄人物啊 这一些都是表面上看到的 实际发生的 波澜不惊的 很多方面 比那些轰轰烈烈还要重要 这就是一个方面 所以谁对整个中国 从汉代崩溃以来的 社会重建 国家重建 是做了很多事情 有很大的贡献 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 是建立科举制度 科举制什么时候设立的 各种说法很多 中国的学者 不占主流的 有一批人 他们认为呢 是隋文帝 开黄年间建立的 大概在开黄的晚年 就是隋文帝的晚年 建立了科举制度 更多的人 用这个 唐人的记载 唐人的描述 认为是隋阳帝大业年间建立的 是隋阳帝建立的 这个是有争论 但是没有关系 两种见解都得到了相当史料的支持 隋阳帝时期建立 这种是不需要考证的 唐人就这么说 需要考证的是隋文帝时期 是不是已经建立了 是有相当的史料支持的 所以在国外 像日本学界 像美国学界 主流的看法 认为是在隋文帝时期建立 我也比较倾向是隋文帝 晚年就建立科举制度 这是建立的时间 那么最重要的意义在哪里呢 在科举制打破了朝魏以来所建立的九品官人法 而最有名的研究是宫崎世定写的一本书 叫做九品官人法研究 这是可以说是上个世纪 这个四十年代以来 日本研究中国史 堪称里程碑子座 它实际上是用一个制度 去讲魏晋整个政治史的过程 建议你们读一读 这书是我翻译的 在中华书局处 我给他写了一篇导读 导读里面有一些问题 也有人提出来跟我商榷 我写的导读是草草建议的 说你这个无知 曹魏是草匹建议的 我非常感谢他 因为称帝确实是草匹 这毫无疑问 可是大家都知道 草匹是当什么呢 只不过是把它坐实而已 大家知道讲魏国 没有人会说是草匹建议的 当然是草草建议 诸如此类的讨论有一些 但是我没有回答 我觉得这本书还是很值得一读 公其试定最好的研究 那么这个研究 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问题呢 曹操以标榜 任人为贤起家 怎么任人为贤呢 就是把人进行考评 这考评 抛向我们今天的量化考核 分为九等 也像你们打成绩一样 ABCD一直打到F就完蛋了 所以这样子打下来 分成三个方面来考 一个人看他什么呢 看他的才能 看他的品德 看他的家世 出身 修养 三个方面 三个方面得分 综合起来就是这个人的总得分 总得分纳到九品里面 看他是居于ABCD的哪一集 这就九品出来了 中国喜欢用九 不能做十 那九呢 实际上是等于一二三三等 每一等在分上中下 就是这么分出来的九等 结果这个制度呢 所谓的任人为贤 我上课一直在说 年轻人千万不要被 让你热血沸腾的 政治口号 这个激动起来 一激动你就完蛋了 因为政治家是最会 煽动人心的 提了口号越公平 越公正 你越激动 你千万先冷静 他没有可行性的东西呢 就会走向他的反面 曹操这一套 说起来好听 没有丝毫的可行性 因此他走到的 他完全走到他的反面 成为最不认人为贤的制度 因为这很简单 你没法评 因为他的考评 就像你们一样 这个年龄的人 想去当官 现在对你们进行评定 评出九品来 怎么评 才能 根本就没从政 凭什么能确定你的才干呢 你根本就没有政绩 没法评 品德 你没有做伤天害理的事 有什么品德问题呢 哪个同学说他品德不好 他跳起来 现在马上跟我排桌子 是吧 这品德不能乱讲的 这也没法评 除非你明摆着 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 这也没法评 所以怎么认人为贤呢 没法评 倒是最后一个家事很好评 家事评得你哑口无言 对吧 我父亲是总理评一等 部长评二等 好 最后就落到实处 就是按家事得出分来 得出分来 你看他就正好走到他的反面 那就是一个任人为家事 任人为亲 现在谁朝改了 科举制度 考试 考试分成几个方面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中国的学是 讲实践和读书结合的 不是今天的学 今天中国学已经荡然无存了 哪怕是大学也不是学 因为没有身体力行 只是坐在教师里面掉书袋而已 这不叫做学 这只有学的一半 可能只有三分之一 所有的学不落到自己身上 落在别人身上 我觉得就是一种罪恶 不是一种学 所以今天没有学 今天是无学之事 非常的急功近利 非常浮躁 所以他这种学要落到实处 他的考试 考师父 写诗 做父 考设策 很重要 设策实际上就是 国家遇到的问题 拿出来 让你来解答 你能不能解答 就像我们今天 教育方面 我们遇到一个问题 高考好不好 高考不好 不好怎么办 就是一个考题 你说呀 你不要坐在这里骂 骂很容易 谁坐在那里都可以开口变骂 你拿出一个方案 这就是考题 设策就是这样 一个一个具体的问题 你来提出方案 我就看到 随朝就有一个题目 君田制 上次我们介绍过的 土地不够 怎么办 国家没有土地分的呀 可是每年还有新增长的劳力出来 怎么办 这就是考题 所以他 这个考试对于选拔官员是很重要的 不是一个空谈 不是人家后面说就写八古文 八古文那是朱元璋以后的事情 明朝以后的事情 不是以前的 这样考试通过了以后 科举制还没有接触 科举制的考试 这些考试还是礼部式 礼部是等于今天的文化教育部 文化教育部是没有权任命官员的 所以这个考试合格的人称为禁士 禁士也只是当官的 具有当官资格的人 只考了一个资格而已 所以他连离当官还很远 有了这个资格当了禁士 唐朝的禁士 唐太宗的时期 大致每年取三十几个 我做了一个统计 大致上唐朝一年取一百个左右 有这么一百个人 转到哪里呢 礼部 这就是组织部门了 还要再进行第二次的考试 这个考试人家都不说 都讲科举就讲这个 这才只是资格 真正能不能用你 核心是这个考试 还不是这个 这个考什么呢 深言书判 身 身材 有一定的要求 当官 武短身材 武大郎就免来 免进 言 话都讲不清楚的 这个也不行 书 写字 字要写好 我们看到 这个隋唐是中国书法 达到鼎盛时期 以后再也没有超越 书 最后一个还是落实到 判上面来 很多案例 让你来判 看你能不能当官 你会不会判案 会不会写批文 批示 很复杂的案 经过这两道考试 合格的人 才能从基层的官员当起 逐步上来 所以这样的考试 实际上是真正实现了所谓的任人危险 他打破了家世的限制 不像以前最后平下来 就是当官的儿子当官 这个老百姓的儿子也可以去考 都可以去考 而且可以考的路子在放宽 一步一步放宽 从隋到唐到宋 到了宋朝 基本上限制就打开了 没了 都可以自己报名去考 唐朝还做不到 还有一定的条件 一定的限制 那总的方向是在朝着 只要你能够 你实质 你能够考试 你都可以参加去选拔 这个大的变化 把以前的九品中正制度给打碎 不再让氏族把持官员的圈选 而是通过才能的考核 来选拔人 开了中国 这个选官制度上的一个新的时代 所以隋朝这个制度建立以后 一直到民国时期 一直是靠考试的 没有别的制度能取代它 哪怕到明清时期 大家很不满的八股文 你还是没有什么比它更好的制度 取代它 只是我们在武士运动的时候 我们反对把古文把它敲碎了 那个事情发生 跟复旦大学同年诞生 是吧 1905年 废科举 那一年复旦大学也建立 很好记 就那一年 科举废了 考试废了 以后就不要科举了 不要科举到今天公务员还要考试 又走了一个玩意 再走回来 因为你要有一个衡量的标准 我们怎么去建立一个标准 我们中国的这个社会 往往出现的事情是比较积极 革命走得太快 有很多需要破除 没错 是有问题 但是呢 破了以后用什么去立 取代它的方案是什么 我觉得中国人的思维里面 有个很强的 我先破了再说 它不好 东西先砸了 就像打架一样的 就像领导人批示一样的 动不动就爱说一句话 我们不惜一切代价 怎么能不惜一切代价呢 什么事情都要有代价的呀 不惜一切代价 你自己自杀去吧 你死了就不惜一切代价了 你还想活 你怎么能不惜一切代价呢 所以你既然要考虑代价 你就要考虑到 我要破的话 我立什么 我取代它的制度 是不是更好 谁朝拿出一个方案 九品观人法 曹操建立以后 大家都在骂 很糟糕 还不如汉代的那些什么差距 但是你拿不出方案 好 谁朝拿出来了 取代 今天我们要取代这种考试 你拿一个方案出来 所以这是我们要思考 你这么考识